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好 又到B 題了 B 題是說中國政府這個辭訓者 他應不應作為一個準則 應不應放寬京津企地區的最嚴停公令 就是我們的主題 跟著問你是否同意 所以答平間題 應與不應要準則 這次特別少少就是以一個特定的辭訓者出發 就是中國政府 所以你也要思考在政府的管治角度下 去衡量生活質素的不同層面 去作出一個決定 去思考最嚴停公令的初衷 以及它的後果 如果初衷達到了 或者初衷達不到的話 反而會有反效果的時候 究竟我們應不應該放寬呢 那就用盡ABC 一般卷一的八分題 我們當作三段 所以兩正一反一博 或者兩反一正一博 整條題目的佈局就是利用資料ABC 去作為坐證 去論證應否放寬最嚴停公令 所以資料A就是中國所面對的污染問題 而資料B和C就是去回想 剛才我說的最嚴停公令的初衷 它的實際操作又是如何呢 實施了之後 和實施之前的社會狀況又是如何呢 所以當我們集齊了資料ABC之後 我們就去看看 究竟人民的生活質素 在可持續發展 經濟發展環境保育 政府管治效能和綜合國力底下 去作為衡量準則的時候 究竟我們到頭來應不應該放寬最嚴停公令呢 基於剛才我們所答題的佈局 我們有三樣東西是不得不提的 第一就是準則或者衡量的平台 第二在資料上面 有沒有一些相關的都可以支持到我們這個論點 還有第三就是論述最嚴停公令的一些效能 我們先看第一個就是即時性 最嚴停公令成效非常顯著 可以舒緩到國內空氣污染的問題 你怎知道啊 看一看資料A 你就會發現得到 所以去到第三部分 最嚴停公令的效能 從改善環境的政策方面來看 原來這個最嚴停公令是有效能的 有成效的 所以政府是不應該這麼容易放寬的 第二就是迫切性 空氣污染問題容易反彈 最嚴停公令應該繼續實施 資料C就會有這個資料 有些地區一不再實施的話 沒有了情況就立刻惡化 有關於最嚴停公令的效能 我們就不是說 因為他不做就惡化 所以就要立刻做 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為什麼這麼迫切呢 因為他不單止關於環保時 不單止關於經濟時 還關於政府的管治效能和民意時 民眾可能會覺得 其實政府你都不是那麼有決心而已 一說打擊了經濟之後 隔一會兒空氣好了一點 就立刻又放寬了 其實長遠來說 是會削除了民意和政府的管治效能 其實對於這兩樣東西 民意和政府的管治應受性 對一個政府來算是非常非常迫切的問題 經濟一天都嚴長 你一天搞不定的話 那些人就會反了 中國政府需要肩負保護環境的責任 去提升國家的地位 資料A 資料B 資料C 其實都有講到 有關於最嚴停公令的一些成效 國家究竟是想怎樣去實施散迴的綜合治理 怎樣去處理國家的空氣污染問題 以及有關於最嚴停公令的實際操作 所以我們會發現 最嚴停公令其實帶來的另一個效能 不單止在空氣的層面 不單止經濟層面 還可以在軟實力的層面 因為它可以幫助到 中國履行到一個大國的責任 去推動全球的可持續發展 還要提升我們的軟實力 接著就去到應該要放寬 第一 合理性 最嚴停公令效果已經顯現了 局部放寬 其實有效提升國家的經濟實力 環境當然是重要 但如果當有一些環保政策 會損害到經濟的時候 其實我們應該都要衡量 一個國家的不同發展指標 所以是可以局部放寬 我們不是說由0到100 或者由100到0 中間有沒有50、60、40去做呢 所以資料B 停公至你沒有 其實是會衝擊到不同類企業的 所以 最嚴停公令 有沒有後果呢 那個後果可能就會引發到結構性失業 其實都會拖垮經濟 那究竟 是否應該都要想一想 放寬回最嚴停公令呢 但資料B我們都有說了 原來國家的政策不只是限聚焰停公令 還有全面淘汰燃煤的小窩囊 或者監控工業污染源 或者鼓勵去使用一些清潔能源汽車 那就是說原來空氣霧霧污染問題 不只是在鋼鐵、建材、煤炭的行業 可能是要調整整個的能源結構 同意我們就可以將 這個治理霧霧的社會成本 由一個單一辭份者抽起 各行各業都需要去承擔這個責任 所以我們都應該要放寬一下 最嚴停公令 第三 適切性 最嚴停公令削弱了人民不同層面的生活質素 是不適宜長期實施的 資料B有說過 官員是不可以當政治show去做 處理霧霧霧的確是正職 但如果將民生放在次要的位置 其實都會對整個政府 無論是市政府、原政府 甚至乎整個人民政府的認受性都會降低 這條C就是最嚴停公令 其實對民生有一些反效果 最嚴停公令禁止或者限制了交通 或者建造房屋這些基礎建設 其實是削弱了人民的物質層面的生活質素 其實亦都不適宜長期實行 所以其實這個論點始終都在想 是否應該局部放寬 而不是由零到一百 由一百去到零 一個收、放、放、到收 一個這樣的奴緒 第一 環境方面 不放寬最嚴停公令 是能夠令企業實行排放和節能的措施 去發展綠色產業 第二 經濟方面 不放寬最嚴停公令 是可以逼到企業去發展綠色產業和科技 令到經濟可以多元化 提升經濟的引性 我相信應該是經濟的多元性 兩段其實都是雖然用不同層面出發 但其實都集中綠色產業或綠色能源 所以最好有準則在想說 如果兩段既然這麼相近 是可以合起來 手段引用的資料和主題句為何不相配呢 第一 環境方面 可以令企業實施低排放或節能的綠色產業 到下面就說回資料C 就是停止了工廠、火電、鋼鐵行業 資料A 亦都看到空氣污染改善了 但其實他真的沒有說到 如何發展綠色產業 第二段就有個迷之知識型經濟 我覺得應該是要扣緊環保 因為你整段都是想說環保 所以這兩段有一個很特別的致命相 就是他沒有特別從中國政府的角度去思考 不放寬罪嚴停工令 和發展綠色能源科技帶來的好處 是的 的確是有的 但先決條件你要解釋兩者的關係 為何實施了罪嚴停工令 或者不放寬罪嚴停工令 是可以令企業去實行綠色能源 或者綠色科技呢 否則整條題目就會變成了 是的 企業就會殺綠色科技 那就會好好了 沒有特別論述到為何不應該放寬 首先中國政府放寬罪嚴停工令 的確是會令到罪嚴停工令的效益下降 但去到下面 有什麼推動華不回改氣 其實就不是這樣關係 綠色的手段 其實它最好就是將這個主題句 提及到一些政策的有效性和即時性 因為它有說到的 資料A我們發現 那個PM2.5空氣污染的指數 原來是下跌的 其實我們應該說一說 它這個有效性是出現了的 因為去到後面它也有說的 可見硬性的實施 是提高了政策的有效性 為什麼有效呢 就是透過資料A的數字 去講得出有效 紅色的部分 同時中國政府不放寬罪嚴停工令 是因為需要先解決燃煤之急 這又是說 將停工令和燃煤之急 兩者好像拉上了關係 但這一部分其實都是將煤改氣 和停工令有少少的混淆 雖然它也有說 2016年就是一個紅色的預警 但是怎樣帶出 這個不放寬罪嚴停工令的迫切性呢 所以最好一定要扣緊 對社會人民的健康也好 對經濟發展也好 對可持續發展也好 你就不能夠單單說一句紅色預警 就當作很嚴重 強期的紅色預警 是對人民的呼吸系統健康 帶來很沉重的傷害 或者長時期的空氣污染 可能都會削弱了外資 來到中國投資的可能性 又或者對於中國發展 可持續發展都是一個不利的影響 應該這樣說去帶出迫切性 所以有兩個例子 例如一種傳染病由境外輸入 導致疫症在本地大規模爆發 境外輸入當然是嚴重的 是要提高警覺的 但是還有一個假設 或者一個條件 就是還要引起本地大規模的爆發 封關就是它的迫切性 又或者一個人有三高 跟社會越來越多人患有三高 甚至有年輕化的趨勢 當然一個人患有三高的確可以很嚴重 但如果當三高變成公共衛生問題 就會更加顯得出它的迫切性 它有嘗試有準則 阻嚇性、有效性之類 到下面就要去說 單純以罪嚴停功令來計 它是有阻嚇性的 對的 但是紅色的部分 就有些事情要留意了 究竟罪嚴停功令是怎樣顯示到它的阻嚇性 它的法則是如何呢 怎樣執法呢 又或者怎樣顯示到它的阻嚇性 其實應該用一下資料A 整段它都沒有特別講資料A 因為這個方法 為何這麼有效呢 為何這麼阻嚇性呢 就是因為 咦 看一看數字 空氣污染的日數的確少了很多 所以我們要發現效能就是在這裡 至於何謂阻嚇性 如何執法呢 有一段簡單的新聞給大家看一看 例如一些工廠或者工業活動 如果不符合標準的時候 是有機會面對一個停工整改 甚至乎暫停它在北京建築市場投標的資格 這一個就是阻嚇性 你試下不跟標準做事 你就會沒有生意做 就好過只是去說一下 哦對啦 它有些方法減少了一些不達標的企業 從而打擊了它們 那怎樣打擊呢 我們講完Part B的題目 我們就講第二條的題目啦 我可以看好多了 V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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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